周深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多少音乐人心中的灵感谬思 正如高晓松所说的 周深是你听一眼都是 诶 说这样的声音不难来唱唱我的歌 这不亏了吗 著名音乐人舒南在几年前听过周深的演唱 从此对他念念不忘 当时他在台下 他就说 我听到了天籁一般的声音 他对周深极其的喜爱 他说我记住你了 我记住你的声音了 我将来一定有一首歌要写给你 于是有了灯火里的中国的合作 那原唱周深 杭州亚运会歌曲创作人表示 想给周深写歌 要说我有钱的话 我说如果能够请来周深唱的话 我说我也不反对 他的声先走一走 那对 那他声先走 那绝对好听的 而且唱得出去 看来今年的预算挺充足的 因为周深真的给杭州亚运会唱歌了 为周深写了时间之海 这首歌的音乐制作人 王以又表示 写歌的时候就在幻想着周深的声音 希望能由周深来演唱 只有他能唱出这首歌的感觉 光年之外的星海 我们是那一种存在 星象未来 每一个沉睡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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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有梦的人 请与我们同行 每当遥远的流星 消失在破晓和厘密 守护变速的勇气 让我们所想定义 追梦的天风雨中飞翔 大家好 这世界太大 跨越了小谷 簇拥冰冰的花 像未来初发 亦荣耀为命 同行一临到达 Zither Harp Oh Happy Happy Birthday To us every day 像骨骚满惊喜 从向荣耀聚火 中情人十分极端 勇气操控着英雄 有你才有团 有你才有 精彩的梦 Happy Happy Birthday To us every day 朝长到今处 在追梦 随即他下注封 生命上显不操作 梦中的该是英雄 就你团队注定不拥有 Oh Happy Happy Birthday 空就越快越过去 Happy Happy Birthday 暖暖闭闭肩的回忆 Happy Day for everything 开开黑别怕风雨 最浪漫的剧情 妄想陪伴着你 最浪漫的结局 我们绝把星星同行 很高兴相遇 很高兴相遇 期待再次见到你 月同的星 Nice to meet you 最美好回忆 不可期待的是你 我们相聚下 不想比方出海 Hello Hey 你还记得吗 好多一闪 美国的画面 又不知不觉 走了那一遍 一生就像昨天 从第一次遇见 那时的梦 还很遥远 我邀请你奔赴 未知的冒险 你说也是你的信念 有你在的每天 都会勇敢一点 Oh 这是我最真的感言 我最幸福的期待 是有你的未来 信念放进无法的梦 不留任何地牌 一路上我们有好多 感动感谢感慨 和你一直都在 未来的无悔 在未来地图 慢慢地铺开 Hey 陪伴你的下一步 Hey 温暖我的下一幕 那会是日子有 Hey 陪伴你的每一幕 Hey 陪伴你的每一幕 Hey 陪伴你的每一幕 能让我们不曾辅辅 时光的礼物 是我们的迷足 Hey 陪伴你的每一幕 漫一幕 时光的礼物 是我们的领布 Nice to meet you 谢谢 在我们的偶尔梦 谢谢 谢谢 啊 为了你保险 给小王白鞠躬 小王的朋友 大家好 各位召唤师 小王的老朋友 排前 欢迎 大家好 我也是王者如药的代言人 但是情况跟杨幂不一样 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奋斗 五年了 虽然技术没有丝毫的进步 但依然不离不弃 我的所作所为 感动了千千万万个召唤师 是他们 联名举报 推荐 推荐给王者如药的工作人员 那天起 我就成为了一名代言人 我再说一遍吧 我再编一遍 现场变运 不能输 那大家说对不对 哇 哈喽大家好 我呢也是 我不是 我是共创之夜的老朋友了 从五周年到八周年从来都没有缺席 那在我眼中 王者荣耀啊 有微光海洋的感人故事 还有时节的文化音符 当然也有 很高兴相遇 期待再次见到你 从听的心 nice to meet you 的欢快律动 多彩又动听 大家好 我是用歌声传递 峡谷快乐的 王者荣耀快乐大使周深 好听啊 不愧这个电影 我是革命的国家义 大家好 我 记得五年前啊 也是在成都 哇 水 打开王者荣耀 王者荣耀游信的客户端 王者荣地APP视频号 今晚更是有超多的惊喜福利 在等待着大家 每轮BO呢 都会伴随线上线下的弹幕口令抽奖 和实物抽奖 你想拥有却 都能够拥有 同时 这不赶快速速弹幕与我们互动起来 拜拜 今天 哎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有福 但是我们线上的造化 战歌是刻在心底的旋律 哪一个舞蹈 是你挥之不去的记忆 哪一个 时光中的英雄羯羯 开场的时候 最经典的旋律响起 我相信大家的脑海当中 都闪回了无数个 和小王�羯羯羯团 起来你就舍不去的 是说我 意义 请你再问一遍 什么问题 你最熟悉的影视作品 如果把小王比作 我们的王者荣耀 比作是这个影视作品 是什么类型的题材 必须的 我放在打团的时候 我一个人在带线 当我放团面的时候 我吕布一个 厉害了 当我在醒来的时候 我们四个人 又冲上去打第二部团 感情人 你是最快乐的那个 我打游戏就是这样 输赢不重要 我觉得快乐最重要 所以我们要跟着 腾哥一起快乐 蜜姐刚刚 我觉得王者荣耀 像是一部很厉害的人 都可以成为主角 然后这些人想助攻一下 我感觉我已经有画面了 蜜姐 再说我在这儿哭了 能不能让我演一下 我演Fly 我以前选下后的 他老输 大家都用点头表示 可以 没问题 这个助攻干得漂亮 都是非常生动的答案 不过今天我感受到了 大家是整整齐 有备而来 今天和我身边的 郭老师 还有瓶子 我们一起组队 想挑战一下 腾哥的国府安琪啦 跑共创之夜的 现场组队开黑来了 一边上分 一边听歌 一边抽皮肤 那我只能说 我烧屁屁咯 共创之夜三大乐事 极其了是不是 极其了 那也希望所有小王的好朋友 共同来参与 在今天的2023共创之夜 只要在王者荣耀游戏客户端 会抽取全英雄 全皮肤大奖 没错 正在收看的召唤师们 别忘了抓紧通知你们的 王者小队 一起来观看直播 怎么样 第一份礼物准备好了吗 我觉得准备好了 那么第一份礼物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峡谷里有哪些 英雄之间的羁绊 打动 或者振奋 或者使我们热血沸腾吧 那么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姐妹驾到 统统闪开 峡谷闺蜜团霸屏登场 哈喽 住在梦幻森林 在梦幻森林 不是梦的魔力 拾起在我心里 呼唤我叫梦境 望着大陸堤昔 守护着心无生命 又到了一次心的重任力 离开梦幻森林 寻梦人间有力 哪里噩梦开心 哪里有我踪迹 最亲爱的小孩 这个夜晚别担心 我今次来世或是你 哎呦喂 站住别跑站住别跑 以后绝着脚 追随梦的传奇 哎呦是手振走感 梦梯啊梦梯 爱不免惊我自看呀 梦梯啊梦梯 快乐被我穿得更好 梦梯啊梦梯 逃不及同一个星座 梦梯啊梦梯 每梦趁着你下了就好 啊哼哼哼浪 Testament 阿真的很故随 啊哼哼哼 闻 giorn pregnant 带着我 Immerие Dance 真了 我的感觉 梦记 梦记 坏的被光传到高空 梦记 梦记 好梦记 看一夜星光 梦记 梦记 美梦撑着你下了就好 梦记 梦记 好梦变成我的感觉 梦记 梦记 坏的被光传到高空 梦记 梦记 好梦记 看一夜星光 梦记 梦记 美梦撑着你下了就好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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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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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你们最热情的欢呼声 让我们感激深情的好朋友 谭建策 喜欢谭建策吗 好嗨啊 太嗨了 峡谷真的太精彩了 王者荣耀首部3D动画剧集 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岁月片 将于2024年春季正式上线 没错 好英雄明星再度归来 这次谁的命运会发生改变呢 王者IP动画新作正在筹备中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在时光的礼物里 我们被可爱灌输快乐 被守护的温情注入能量 王者荣耀的人气之心 是每一个峡谷英雄 都是真诚生活自由的我们 接下来准备好你们的掌声 特别欢迎回到主持区的深深 谢谢叶老师 大家好我是周胜我又回来了 好久不见啊 这么久吗 这么久 那有多久啊 如隔几秋啊 你太假了 怎么样 这次的孟琪舞台 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跟你刚才的如隔几秋一样的讲 大家有看到我的特别设计吗 没错 这次我呢和孟琪小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版本 大家有看到用明月为孟琪增加了更多亲近然后欢快的氛围 不仅融入了我们的乐器之王索娜 而且还带来了胖达容容 大家特别喜欢的 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驱散就大家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吧 太棒了 而且我相信这个快乐是双倍的 没错没错 我刚刚呢也是被胖达容容啊 就信了 因为我觉得她特别的可爱 在后面还有那个火火锅都有啊 成都啊 作为王索娜的合作皮肤啊 不仅形象特别的可爱 还宣传了传传统的穿剧的文化 真的是太用心了 的确因为既然都来到成都 成都 对那大家一定要给大家带来更多成都的 家的感觉 对 而且这次不仅是我们的胖达容容 大家也有看到来自我们黎元会馆 飞移川剧演出团的六位老师们在后面 喷火 太厉害了 感受到了川剧的魅力 所以非常非常开心 也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和开心吧 哎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每一位小王的好朋友 而且刚刚二位介绍了那么多 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既然来到了成都 就有别样的一番诚意 没错 相信所有的朋友都感受到了小王的诚意 对不对 那此时此刻也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线上的朋友赶紧来和我们积极互动 而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来吧 举起你们手中的荧光棒 支持我们的红方或者蓝方一起参与我们的互动 日子同时还要特别告诉大家 王者荣耀为大家准备了百里悬策热力回旋 花木兰青春决赛季的永久皮肤 那这一轮的弹幕口令我就来说了赶紧公布 出一份力 看完刚刚的公益纪录片我相信大家 谢谢 有请深深 我觉得很感动很感慨吧 就觉得所有我们看到的一些改变哪怕是小的或是大的 都是背后有非常多不同职业 然后非常多人的力量 我们才能够看到这样的改变 然后也很庆幸自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可以看到这样的微笑 也非常感谢每一位为此付出的人 也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到这样的行动当中 谢谢周深 邀请腾哥 结尾江守护者的笑脸 是他们一直在坚持为江河保护默默付出 是的 今年啊是长江十年禁余的第三年 请大家一起守护长江生态 守护长江 有幸请到了两位长江守护者来到现场 让我们有请他们上台 非常欢迎二位 二位还拿了非常特别的一个小玩偶 是的 那么也请两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们钱博士先来吧 大家好 钱真一 腾哥有什么想要跟两位老师来了解一下的 腾哥 守护着 在守护着我们的江河 说得太好了 谢谢您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杨老师 我从那两边追逐跳跃 随着我们长大了 江河没有了 直到2019年 我才在我们遗伤段发现两只三头江河 从此我就观察记录他们 利用他们身上的特殊印记部门 非常感谢 那也很好奇两位老师对长江生态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们的长江早点恢复水清 在腾讯上关注留住长江的微笑 然后多转发 被一起转发起来关注腾讯工艺 是的江河保护离不开向前正义博士这些专业人士的努力 也像杨和老师这样这些志愿者们的守望和关注 更需要屏幕前的每一个你和我们 希望未来我们能越来越多的看 请让江屯继续 再次感谢秦正义博士和杨和老师来到现场 跟我们一起感受江和友林把微笑送给你 对了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 善依纯和天府云谷 腾生合唱团 谢谢你们太美妙了 我相信各位都听得是如痴如醉 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心情 让我们进入到福利时刻 本轮的弹幕口令就是 把微笑送给明天 本轮的皮肤奖励也非常给力 强微恋人 优雅恋人 两款永久皮肤 送给线上的召唤师们 诚意呢当然还不止这些 最后一轮天猫王者时刻即将开启 现在打开手机淘宝 搜索双十一王者就可以参与互动抽奖了 就赢取最高一千一百一十一元的无门槛 大大大现金的红包哦 此外 十月三十一日晚上八点到十月三日 天猫双十一官方历见 停 接下来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共同进入动创之夜 最后一个篇章 我和你就是最好的我们 五轮BO已经结束了 腾哥和蜜姐今天作为两个队的队长感 感受到了两位的分享就是在告诉我们 无论是红方还是蓝方 集训队获得了杭州等这历史的一刻 我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的 所以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我身边的朋友 我先来 那我呢肯定是很有水平 不知道跟瓶子比起来 谁强谁弱呢 瓶子你必须回去好好表扬一下张康好不好 我一定带到 好那接下来蜜姐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虽然我当时在拍戏播 但事后我知道了拿了冠军之后 非常及时的助兴 没错 没错 我跟很多朋友们一样的就一定会去关注这一场 因为今年也是电子经济第一次进入亚运会 然后我们的亚运健儿们又非常非常的争气 独负众望 然后在亚运会当中大放异彩 我觉得自己作为观众 然后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召唤师 非常的骄傲和开心 光是在说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都已经在热血沸腾了 那接下来带着我们激动的心情 舞台要带领我们去重温一下 王者荣耀的成长之路 接下来有请电竞选手代表 让我们跟随无名之辈的脚步 在反复的淬炼中 一起见证荣耀登场 千世英雄也让我们谢谢所有的选手们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各位用歌声带领我们 重温了一场激烈的电竞旅途 接下来各位准备好了吗 我要隆重地为大家 主要 让我的欢迎 武汉Eastapro 万海罗思远 战人孙凌威 暖阳凌恒 接下来要特别有请各位和所有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有请 大家好 腾哥和蜜姐还有申申一直在给你们最热烈的掌声 而且我们可以感受到刚刚的这一场金色雨落在了所有电竞人的身上 是大家当看到这样一群青春有为的少年站在这里 要有请腾哥 蜜姐和申申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感受 有请腾哥 我记得这是一个诚实 我们是参与者为电竞运动应援 太棒了 是的 无论是电竞选手还是观看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这一刻我相信他也会在我们的意义 没错 而且就和我们刚才听到的歌曲一样 从2016年的KTL的小场馆到2023年亚运会的大舞台 我们都曾经是无名之辈 然后也都经历过一段叫做无名的时刻 经历过无数次的跌倒 战起 然后再一次的淬炼过程 然后我们最终走上了亚运会的舞台 三位都分享得太棒了 当我们一起荣耀登场 当然不会忘了这一份荣耀背后的你们 在刚才的舞台上 我们见到了很多电竞的老面孔 也有很多的心 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员 为了纪念这一重要时刻 小王推出了亚运金牌礼包 内涵亚运金牌头像框 亚运金牌现实表情包 和亚运金牌选手助威现实语音包 大家登陆游戏即可免费领取 接下来各位 你们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语音包呢 分别来为我们揭晓一下吧 有请花海 我的语音包是 有请鸣 我是 但他也为我们送来了自己的语音包祝福 请看大屏幕 掌声送给伊诺 希望大家能在这一些语音包当中 感受到梦想的力量 同时为了纪念亚运电竞 哇 那这个非常非常值得期待 因为这款皮肤呢 非常具有纪念价值 选手们在赛场上的努力拼搏的精神 也都传递到了峡谷 我们觉得我们是大家都是一起并肩作战的好朋友 让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那这一次的电竞 再一次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没有你们 我们的红蓝阵营还有一项光荣的任务 你们要化身一下主持人 作为红队的队长 问一个大直视怎么训练 就是在以及还有专业的心理老师给我们进行授课和心理辅导 哪样呢 有关反兴奋剂的支持 对 然后 分享一下 其实在荣耀我们教练组还有陪练团包括 太好了 坚持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作为队长 蜜姐肯定也感受颇多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各位说得太好了 那接下来蓝队的队长腾哥 有什么想要采访一下的 这个很重要这个问题 吃得好吗 嗯 明觉得呢 我们最终有个反面叫惨 腾哥是不是很羡慕 这样还能减肥 那可不是 下次剧组如果有这种需求 我也可以试试看 听说我们还有一位选手 在亚运村期间一直为什么呢 谁呀 是我 因为我觉得收集会 芬芬想不想要那些徽章 当然想 我觉得这一次他们的亚运旅程 每个人都收获满满 然后每一次 每一枚徽章的背后 也都是大家的努力 以及每一段友谊的开始 要说到纪念品 最好的我觉得还是 大家带回来的精彩 对于大家来说 一定是最好的纪念品 那金牌已经拿过了 后面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目标呢 花海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亚运的舞台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海外的声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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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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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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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